刘德华脑部肿瘤继续长大 化疗多月也控制不了 时间不多了 张伯芝在银行见证接受刘德华的全部财产 最大受益者是三胎 还不到三岁已经拥有百亿财产 提起刘德华是人尽皆知的天王巨星 初到近四十年依然还是那么红火 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喜欢他 除了刘德华帅气有才艺 还因为他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明星 有一年刘德华为了拍摄电影《诗姑》 来到了南昌 他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了一位农民 为了寻找失踪的孩子 他来到了站台附近张贴寻人启事 刘德华刚刚把寻人启事张贴好 这时候一位年轻的警察跑了过来 见到了衣衫蓝绿棚头 垢面的刘德华立即训斥起来 你怎么能在这里胡乱张贴 这是影响城市市容的不文明的举动 刘德华文言忙低下头 去急忙跑开了 由于匆忙被马路牙子 扮了一下扭伤了脚踝 警察见状也没有追赶 顺手把刚才刘德华张贴的寻人启事撕了下去 当时的刘德华为了演好戏里的人物 穿了一件掉了色的破旧衣服 也没有洗脸和刮胡子 整个人看起来脏兮兮的 再加之刘德华的演技又那么好 完全看不出来是天王巨星 所以年轻警察就把他完全当成了农民 当记者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问刘德华当时为啥不说明自己是刘德华 是为了拍戏才贴的寻人启事 刘德华回应道 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警察是在执行自己的工作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好警察 自己不忍心说破让他为难 所以就没有解释就当作是配合他工作了 后来这位年轻的警察从报纸的新闻里 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心里非常的后悔 自己当着那么多的人来驱赶刘德华 而刘德华并没有为自己拍戏的事情辩解 明肯让他被误会 这位年轻的警察被刘德华的高情商感动 得留下了热泪 还有一件事也彰显了刘德华的高情商 一次刘德华在演出之前 工作人员为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让刘德华在演出的过程中对着下面的观众抛下去 结果是刘德华并没有从舞台上把礼物抛下去 而是走下了舞台来到了观众中间 公身把礼物一一送到了观众们的手里 对于刘德华的做法 工作人员表示不理解 刘德华解释说 在自己刚刚步入歌坛开演唱会的时候 有一次在向观众席上抛礼物的时候 粉丝们非常激动一起哄抢礼物 不幸的是有位粉丝被礼物给砸伤了 而且伤得很重 差一点丢掉了性命 这件事让刘德华的心理一直很沉重 是自己心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所以在后来他就没有再抛过礼物 如果需要 他会毫不犹豫地走下台去把礼物送给歌迷 在去年的一次刘德华演唱会上 有位粉丝见到天王非常激动 竟然跑上了舞台的环形拐角处 跌倒了在舞台上 当时的刘德华怕粉丝出意外 快步走到粉丝面前把跌倒了的粉丝 让在场的粉丝们激动不已 刘德华就是这样一位高情商充满爱心的人 当遇到粉丝要和自己合影的时候 从来都不忍心拒绝 难怪刘德华在4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 能够一直这么红下去 这样高情商的刘德华 您喜欢吗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